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Y叔 今天我们来孵化福瘦楼的卵 这是刚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水葫芦 上面有几串福瘦楼的卵 把水葫芦放进水缸里 然后我们等待几天 看看这些福瘦楼的卵能不能孵化出来 说来也奇怪 福瘦楼的卵不但颜色奇特 孵化方式也很奇特 福瘦楼作为一种水生罗类 它们的卵却要产在岸上 不能沾水 等小福瘦楼孵化出来以后 估计水葫芦的这些发达的根系就不保了 一眨眼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生态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 福瘦楼的卵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变白了 诶 看这里 一只小的福瘦楼 嘴巴还在动 估计是在找吃的东西 这边还有一只 这一坨卵上面已经变白了 下面进到水的地方还是鲜艳的粉红色 还有一只虫躲在卵里 这一坨没沾过水的卵明显要更白一些 我们剥开一个看看 哇 里面有一只小的福瘦楼 已经发育的差不多成型了 这些粉红色的好像还没有发育好 或者是进到水了 直接死胎了 太小了 我们放到显微镜下面去看看 哇 一个个小卵白里透着红 非常漂亮 捅破一个看看 出来了 小家伙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了 外壳也已经长出来了 完全是一个缩小版的福瘦楼 只是屁股上还是有点红红的 再来一个 非常nice 我发现铜坡这卵壳的时候非常解压 停不下来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种红色的卵 诶 注意看 下面这只还动了一下 红色的卵不行啊 还是一泡水 估计是孵化不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会让这些福瘦楼的卵继续孵化 到时候再做一期福瘦楼成长过程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有点意思 那就给我点个赞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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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